随着2月8日美国神韵国技术团首而演出的结束 为期10天的11场韩国演出圆满落下了帷幕 喜欢善始善终的韩国人深深的被这最后一场演出而打动 韩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渊源流长 神韵演出展现了身法和身韵 仁义和劝善等精神价值以及独特的艺术形式 韩国观众们的反响非同一般 著名服饰研究专家尹志源教授说 神韵为自己的作品创造提供了太多的灵感 著名漫画籍《风的国度》的作者金晨先生 不仅仅是在漫画领域 在音乐剧和电视剧领域也同样享有盛名 他说神韵演出让他见识了神 韩国写生协会会长 朴隆赛先生说 看神韵演出如入梦境一般 即去年之后第二次前来观看演出的声乐家 新规坤先生说 神韵演出有独具特色的气势与格调 跨国企业空中客车韩国风公司总裁 尼克希恩先生说 他想向所有的人推荐这一场演出 在一片如潮的掌声中 美国神医艺术团韩国首尔战的最后一场演出 圆满落下帷幕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久久不愿离去 他们期待着明年神韵的到来 美国神韵艺术团下一站将遗失日本 新唐人记者王力韩国首尔报道